我们是合法的夫妻 我们有四个小孩子 这样够不够清楚 在媒体面前 公开承认自己已婚 还当了爸爸 这一天是大女儿吴珊如 十岁生日的隔天 跟我懂事以来 大家就会跟我讲 一句客家话 叫 就是不准说 不能说 从很小的时候 只要有人说 你爸爸做什么呀 然后大人就跑 然后我就 她是自由业 年纪少少 你回答自由业 我就被教 你就说爸爸是自由业 你知道自由业是什么 我就以为 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人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很天真的 但你有感受到 大人紧张地阻止你说 有 不准说 是个秘密 不能讲 人家问你就说 她是自由业 即使还是孩子 从小就必须背负着 爸爸是谁的秘密 小小年纪的Sandy 没想到 竟是学校老师 当成八卦 到处宣传 学校老师看资料 会知道 他们会 好像发现了一个秘密 然后就会开始去谈论 然后我那个时候 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会有一个矛盾在这边 就是不能说 你不是应该要保护我 你不是应该要 也不能说吗 结果没想到说出去的是老师 老师跟家长们讨论 老师甚至 有些老师会跟同学讲 有些老师会跟其他班老师说 然后很快的全校就知道我是谁 然后真的很荒谬的是 真的会有人下各道窗户来看我 会有人来说 那谁谁谁 女儿是谁啊 在哪里这样 然后打说她她她她 然后我就只能就很尴尬这样 嗨 然后我记得我五年级的时候吧 五年级的时候曾经被 我就站在学校的女儿墙 看别人打篮球 然后在那边看了看了看了看 突然觉得一阵热 那个热是一种很怪异 整个被热热的感觉 结果就转身发现我被围起来了 我被围起来 不是只是站在旁边围起来 是学校不是有纠察队吗 纠察队拿那个杆子 把我围起来 然后就被围在中间 然后就是哥哥姐姐们 就是他们是六年级的 然后就开始指指点点 是保护你还是指指点点 开始说根本也不怎么样嘛 你以为你谁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还以为你有多了不起 然后我就站 然后我出不去 而且后来回想才相对 原来我从小到大 就是在霸凌当中长大的 原来我从国小一年级 就无端地在被霸凌当中长大 直到我国中毕业出国 以前就是霸凌人生 我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 每一个学年都有 就是全班不跟我说话 连老师都不理我的时间 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国小生活 却遭遇老师同学联合霸凌 被迫戴着面无表情的面具度日 回到家 面具换成开心笑脸 选择不跟父母哭诉 告状将委屈吞下 直到一次欧巴意外 四年级的时候同学说 你爸都不牵眼都不 他很不爱你 你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小孩 然后我气到把便当往他脸上丢 然后丢完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冲到垃圾场蹲在那里哭 他把我从那个垃圾场拖出来 其实蛮暴力的把我拖出来 然后抓了一张椅子 他自己做 然后我才三年级嘛 我很小 三四年级 然后他就坐着 然后腿打开要不要 夹在他的腿中夹着 所以他把蹲在那里哭着你 抓过来夹在腿边 夹着 然后我就一直在哭 然后我就一直在挣扎 然后就抓着我的手臂跟我说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瞧不起你 但你不可以这样做 你不可以瞧不起你自己 这位年轻老师的开导 让吴珊如千疮百孔的心受到安慰 只是上到国中 被欺负的情况依旧存在 跟爸爸提一下 爸爸就会说 人家嫉妒你了 你那么好 你知道 你那么可爱 最爱你了 这样 然后就想说 OK 所以为什么被排挤 为什么被霸凌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 这件事永远没有答案 到了国中毕业 出国 对呀 你其实十四岁就出国了 这肯定是另外一个阶段 对 我好兴奋 我想说 Yes 我有一个全新的过程了 我不需要告诉别人 我爸爸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需要 你要出国第一个 居然是想到这个 对呀 我终于不用 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爸爸的地方 对 没有人认识 然后我可以重新 重新的来过 我可以从前面学到的这些 讲话不要摆目 不要去惹别人生气 然后提到家庭或什么的 你就轻描淡写带过就好了 然后我就出国了 结果没想到 人家才不在乎这些 人家在乎的是 你是亚洲人 直到后来大学毕业后 武山儒到光复国中教英文 在学生身上 他看见当年被霸凌的自己 一鸟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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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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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鸟在树上 我其实也很感谢 我的人生竟然走到了 我去教国中 因为我等于 把我不快乐的日子 重新用快乐的方式 活了一遍 我回到国中时期 我回去面对学校 学生 其实这时候才二十二岁 说起来是个非常年轻的老师 对 是个妹啊 我常常说 你带的班蛮皮的哦 对 我带全校最皮的班 上课时间 没半流啦 今天是怎样都又又班的吗 是这样子的 来到我们这个 金水学校的教室里面啦 竟然要来上课 大家今天这样乖乖的当好学家 好 好 好 阿翔尿尿的有吗 有 阿翔尿尿上课时间不能尿 下课不会去尿啊 阿翔 阿翔 你先吞沙尾 老师都在 阿翔 阿翔 阿翔尿尿的教室 来 阿翔尿尿的教室里 是谁呢 阿翔尿 谢谢 紫婷 我们先乖乖的上课好不好 好 想要成为学生们的福目 记得一辈子的师长 但是自己却不知道 原来这些孩子才是自己的心灵导师 当年被霸凌的伤口 一点一滴被孩子们一寸一分的缝合 他天生舌头比较短 所以他讲话是有点怪怪的 他不会叫我老师 他会叫我要喝 要喝这样 那通常这样的孩子在我的记忆印象里 就是你很有可能会被排挤 被欺负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健康教育到不行 他爸妈把他教育到 他完全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他甚至认为这是他的专长 他的特色 以至于没有人会欺负他 我会这样啊 然后我就觉得OK 好 上课他很批 又非常爱讲话 有一天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说你都站起来 我说 你是都会了是不是 老师 我跟我会啊 然后我就说你都会来啊来 今天讲的是那个星期一星期二 你会讲吗 老师 星期一叫我个猛戒 然后我就忍忍忍 然后全面就大笑嘛 然后我就说不行 不行 不行 不能笑 我要有老师的威严 他竟然说 我跟我讲给你听好了 猛戒苦戒 温戒苦戒 坏戒苦戒 健康戒 健康戒 真的会啊 真的会啊 可是怎么那么好笑 我就发现这孩子是个宝 他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看到的他 就是别人标签里面的他的不够好 他非常地爱他自己 而且 什么不错 爱自己有什么错呢 好像教了我一件事情 就是别人告诉你的 你要吃进去 那就真的吃进去了 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换成一个优势 别人说你哪里不好 你试图把它转换成一个优势 才是最大最大的重点 你帮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怎么办 就不错了 感谢观看